你的六十月的地方,我就直接放答案了 第一個是bread,在這裡 第二個是andy,第三個是mandy 再來,下面的答案是a 再來,隔壁的部分,我只快速講一個東西 第一個,單字的部分,好了嗎? 第一個,give birth to,這個字叫生產 這個字大概都是指主動的 可是如果今天人被生,那我覺得人was born 為什麼大概用was born? 因為你是被生出來之外,大概講這件事情都過了 所以兩個不太一樣 give birth to大概就是你媽生和你 可是你是被你媽生,廢話嘛 沒有人是從石頭裡面碰出來的 所以give birth to就是生產 第二個單字叫做chapter,這個字叫做章節 chapter one,chapter two,可以數 好嗎?chapter one,chapter two 可是如果今天講人生,譬如說你上了高中 你會過一個開始新的生活 我們就會用這個篇語,叫any chapter 就是你可以have a new chapter 就是新的生活 再來,第三個是你們從來沒學過的篇語 叫come of age,什麼意思? 成年,對,就18歲了,就快成年 我們是18,所以come of age呢,記得是成年 那你們的答案都用過去式 好,第四個,這個叫隔屁了 就pass away,這個字就是去世了 就是我們講die這個字有點太強烈太直接了 所以我們大概都會講pass away,這個字就是去世 好,沒問題的話,我們就看這一頁的上面 有看到?直接看答案 第一題,圈這個字,start,所以要用can 第三題,but visited,所以要passed 就只有這兩題,你們會錯 那有師傅幫問的我有一個,他說 第四個可不可以用raise the family 你看一下,我先讓你往上看一下 第一個是come of age,就是18歲,高中畢業 第二個結婚,第三個生小孩 第四個raise the family,第五個start new child care,最後pass away 就是人生的一個順序 那他說他可不可以去raise the family 為什麼不行? 因為這裡的順序,先結婚 請你先結婚 雖然在這個世界,現在這個社會最好 沒關係,你有生小孩就好 不用管人家結婚 所以這題還是要先get married 好了,再來下面 六十二個地方,來第一個幫我寫個十一動詞 這總是一個,你幫他寫,別人再幫你寫 十一動詞其實是三六二分之一 其中的一個呢,沒在這兒 第一個要寫一個地方 第一個如果是人,我們就接圓喜 可是到了高中,你會學到的是東西 會接一個PP 可是這個PP呢,我寫在這兒 第一個如果是LET,是B加PP 譬如說讓這車子被洗一洗 叫Land the car be washed,是PP 可是另外兩個都直接加PP就好了 直接加PP就好了 那我剛剛不是說他有三個半嗎? 因為有一個單字,習慣把那個two省略掉 叫做help help的後面呢,他習慣把那個two省略掉 所以他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半十一動詞 一半 既可以當一半動詞,也可以當十一動詞 那剩下的告訴某人去做一件事 第二個樣化的就有他 要某人不要做,這叫不定詞的否定 就叫not to 所以除了make land have之外的 記得第二個動詞大概不是加ng,就叫去 好了,那我們就直接看答案 我就讓他也不用念了 來,第一題,一圈還的 十一動詞,隨後面接原型 第二個,one從後面,沒得講 一定要叫去 第三,告訴某人 一定是去做這件事,所以要去 然後第四題呢,他ask的關係,所以是去 可是let的後面,接原型 所以你的動詞到底是接原型,接ng還是接to 都是看前面那個格子 再來第五題是made,是十一動詞,所以是to 可是tail後面 對不起,made後面接原型 tail後面要接to 好,到這裡,沒問題囉 再來六十四頁的上面 那在十四頁呢,寫個三看 好嘞 兩聽 一感覺 一注意,這叫什麼動詞啊 感官 好,等一下喔,我先把這個寫完 感官代詞呢,三個看 see,watch,跟look at 兩個聽,hear,跟distance to 一個感覺,叫fear 一個注意,叫做notice 好,另外寫一個,因為很多人要去高中 寫這個字,叫answered 這個字叫觀察 一樣,後面可以原型 可以ing 多一個喔,到了高中要知道囉 可是要不是被看到,被聽到,被注意到 後面就加個to 被看到,去做這件事,被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個就沒關係 所以三個看,兩個聽,一個感覺,一個注意 好,先到這邊,我們現在暫停 好了嗎 好啦,那我們就繼續囉 所以這個地方呢,邀請你備註的地方喔 幫我寫個被動 如果今天你的感官動詞是被動的時候 你寫個人,寫在這裡喔 我寫在這邊,人 意思 那我隨便寫一個 我是譬如說寫sin好了 因為它是被看到嘛 可是被看到的後面 如果它原本是圓形的 我就要用to 加圓形 如果我原本是ing的 我還是要用ing 這個是感官動詞的被動 我點到 say and to 好啦 所以像這裡,本來圓形的 我就會變成是to 它被看到去做這件事 那原本是ing的 你就加ng 所以它可以是被看到,被聽到,被注意到,被感覺到 甚至被觀察到 這個東西都ok 這樣沒問題啦 好,那我們就往下 答案的部分呢 我們就往下看 不過其中一個呢 要請你們幫他寫 第四題 第四題有一個部分啊 要你備註是因為我們還有一個 look 它有一個特色 它除了是感官動詞之外 它可以是連綴動詞 所以答案你先改 改完之後呢寫在這兒 look呢,後面會有三種答案 因為第一個,它可以當一般動詞 第二個,它可以當感官動詞 我曉得喔 所以第一個,如果at的後面 是地方或時間 不一樣 地方也好 時間也好 那這個時候的look呢 其實它叫做連綴動詞 第二個at的後面呢 如果它是人 或者是物 那它就變成是感官動詞 也是一般動詞 我把它當一般動詞來看 那第三個的話呢 我這樣子寫不太好 我改一個東西 第三個的話呢 look的後面要先加一個字 叫做like 再加一個名詞 這裡寫進去了 真的是在這兒了 好 所以我就用不同顏色寫給你了 第一個 如果今天它後面呢 是地方或時間 請你加形容詞 aj 如果後面是人或物 慢慢生氣的看著它 那這個時候看著它嘛 它是人喔 那這個時候你後面的這個動詞 就要用的是副詞 所以mom looks angrily at him 第三個如果是like的時候 因為它是看起來像一個東西 或是一個人 它就接名詞 所以第一個呢 它可以當連綴動詞 第二個它可以當感官動詞 第三個可以 它可以當一般動詞 所以呢 look是唯一之裡面 可以跨不同動詞的一個特殊的動詞 好了沒 所以你看喔 第一個 為什麼look這裡用happy 因為它沒有強調受格 它就是一個狀態 可是第二個是and him 既然是and him 是人喔 所以它就接ly 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沒問題的話來 第一個幫我圈feel 第二個幫我圈so 第三幫我圈heel 第四個幫我圈listen to 而且還不能只有listen 用listen to 因為這樣加在一起 還叫做感官動詞 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看六十三頁 六十三的部分呢 是有一些一定要加tue 有些一定要加ing的 我是不是要點到XX 沒有 好 六十三的地方呢 要写一个部分 来第一个 有些动词后面一定只能加ng 这个ng你写个动名词 动词加ng 它其实是一件事 这叫动名词 那动词后面呢 如果再加了一个tue tue加动词原型 这叫不定词 这算是你们的第四侧 第三侧都有提到的部分 这叫不定词 只是不定词的否定 帮他拉出来写一个东西 叫nature 刚刚有写到 刚刚在61页的地方有写到 不定词的否定 叫nature 可是这些里面呢 因为那时候我写给你们的时候 我还叫你们要默写 第一个一定要加ng 这些一定要加ng的 这些是一定要加tue的 有几个要特别另外写出来 第一个叫avoid 什么叫avoid 避免 第二个叫be busy 什么叫be busy 忙着 原来是大概他写成省略的e 这个介性词 第一单个就要写清楚了 第三个呢 请你帮我写个东西need 对不起 对不对 看我错了 下面呢 我换一条线拆开 也不一样吧 下面请你写人need 纯定的这个字呢 两个都可能出现 为什么 因为你要看的主词是谁 人就接去 东西就加ng 还没有完呢 好 那目前为止 你还学到了 还有什么一定要加ng 可是我们又写在上面了 a is avoid b is be busy e is enjoy f is finish go也有嘛 再来勒 写一下 这个字因为比较少出现 叫做mind的 建议不是新枝哦 这个字叫建议 好没 然后a的话呢 这个字 下面一定要加tudor 是allow 允许 当然ask也对啦 那因为ask在前例 已经有提到了 我就没有讲 好了 再来叫做try 再来叫做tale 好 然后另外呢 你有不同颜色 就用不同颜色 写是不是有两个 可是中文都是想要 可是它的语义不一样 上面的呢 叫做feel like 中文也是想要哦 feel like加ng 它是加ng的 然后下面的呢 是写文like 也是想要 可是它只能加去 所以有一些 它后面一定只能加ng 有一些后面一定只能加去 这种我就没有办法教你 多倍 越倍多分 你倍越多你分数越高 那当然点点点点点点还有啦 像人span的也例加ng啦 这个一定要自己记得 好我要记得 我要复习的时候这个 因为不用like 这个like呢 是介系词 所以后面加ng 我like那个like是动词 所以它加true 就这个比较特别 好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往下看哦 然后呢 我们都帮它圈前面的这一个 第一个因为这是人逆的 你这样 人逆的 水接to 在这里 人逆的 你们刚刚有超高 水一定接to 还好它没让你选 然后再来呢 请你都拿不同的颜色的比 或是阴光比 帮他画 第一个话wont 第二个话keep 第三个话decide 第四个话stop 第五个话finish 第六个话need 第七个话plan 第八个话enjoy 那因为像 今天十五帮问了我一个 我不能说他这个时候不该问嘛 不过至少现在还有问 stop后面到底要加true 还是加ng 看情况 对他看情况 我今天是要把这个动作停下来的 加什么 尴尬了 尴尬了 所以你看你不问 还以为你自己会就给我错 把这个动作停下来 把这个动作停下来 用什么 ng 对 所以说不要讲话 怎么说 stop talking 我是把这个动作停下来 所以叫stop talking 可是我说 我想停下来去休息一下了 I need to stop to rest 所以你要怎么去记 to 基本上就是接下来要去做的事 所以to这个字通常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stop后面可以接ng 可以接to 类似的还有哪两个字 也可以同时接to也可以同时加ng 可是意思太一样的 叫做remember跟forget 做过还记得的用什么 做过还记得 ng 对 可是我接下来我记得要去做 我只是还没做 我一定会记得去做的加什么 to 对 只要是还没的 只要是还没 就是接下来要去做的 请你记得都用to 记得用to 这样就对了 所以这里有些一定要加ng 有些一定要加to 有些两个都行 可是语意不一样 这个也是他们那时候放在第六课的目的 可是我们第六课已经 有了 大部分的老师都没有上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文法是很适合复习的 所以我就把第六课顺便上完 好 没问题的话 你就看隔壁 那隔壁这个部分依文艺选填 填入适当的字词 那我就直接第一个 来 第一个decide 所以一定是to 第二个chamade 十一动词 所以后面接圆形 第三个tale后面 一定要有to 第四个keep 后面一定加ng 第五个so是感官 所以后面可以圆形ng 第六个peo是连缀 所以连缀动词后面接形容词 接形容词哦 再来as后面 只能接to word后面 只能接to enjoy后面 只能加ing 所以这些段子到底要加上去还是加ing 就是往前看 看前面最靠近人命的动词 好 没问题的话就还给他 那课呢 没有什么可以加分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对话 那我就让他念一遍 那我就让他念一遍 也会让他感觉 The fans are all there for him Yeah, his hip-hop dance really adds color to the show 3. Do you remember Billy? He just got a new job and moved to this town Little Billy? I can't believe he has already come of age Time really flies, doesn't it? I think we should bake him some cookies and go over to say hello Alright,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Let's look at the first one on the screen It's like the entire content You have heard of it He just raised a couple of twins Racing two babies at the same time 同時要兩個小孩 When men feel stressed out 一定會壓力很多 兩個一起哭 兩個一起哭的時候怎麼辦 你要先栽誰海瓶 先抱誰 這就是一個很掙扎的問題 第二題 把電視打開 因為時間到我要看那個表演 這是第二題 第三題在這裡 還記得Billy那個人嗎 I can't believe he has already come of age 他竟然已經扯免了 以前是個小屁孩 屁到不行 現在不然18歲了 這題感 答案是 A、C、B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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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